他不是暴君 而且还有 他没有焚书坑儒 他当上皇帝以后 没有杀一个人 他没有杀他的功臣 更没有灭六国的那些王公贵族 如果你真的说暴情 焚书坑儒 什么叫焚书 焚书坑儒坑的不是儒家 焚书坑儒坑的是那些方氏 因为那些人说 我可以让你长城不老 骗了秦仲王 所以才会坑他 传证口语 方氏血管 所有人的 一律坑杀 为什么要坑儒家 因为红子的孙子想复辟 结果被秦仲王发现了 所以秦仲王就做了一个动作 焚书坑儒坑的不是儒家 其实是方氏 这在历史上 已经被历史上揭迷了 而且还有 秦仲王把全天下 所有的书籍都保留了下来 在民间的书籍全部收回 官方保留了 民间不允许有了 民间只能学情 是为了统一文字 统一避养横 统一我们全中国 所有所有的思想 那真真正正 焚书坑儒的是谁呢 是项羽 项羽才是 真真正的焚书坑儒 把秦仲灭了以后 把当年秦仲王藏的天下藏书 全部复制一去 而且项羽是杀人魔王 我们都听过南京大屠杀 但是你们知道吗 有一个人比日本鬼子 还狠就是项羽 项羽只要打赢了以后 直接屠城 不管是老百姓 还是鸡还是羊 只要是活的 一个不就全杀 记住秦仲王灭了六国 但是秦仲王从来没有图过城 从来没有 而项羽图城超过十座 所以真真正正的暴君是项羽 真真正正的焚书坑儒的 也是项羽 不是秦仲王 其实当你翻开大型帝国以后 你会展现一个新的秦国 你会展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秦仲王的形象 而且周老师看完这本书以后 几乎颠覆了我对秦国的认知 也颠覆了我对秦仲王的认知 我开始去找到全中国的史料 包括我找到武汉的历史学家 陕西的历史学家 河南的历史学家 来去考证 到底我们听到的历史 哪一段才是真的 那我们就正式拉开大秦帝国 秦仲王本季的序幕 秦仲百起 坑杀赵国三十万 换句话讲 让赵国一月之间没有男人 所有的男人都被秦国杀完了 就是在这种的历史背景下秦仲王出生了 秦仲王出生在赵国的邯郸 从小的时候呢就是被当为人质 所以在赵国人看来 秦仲王那就是他们的眼中听受宗事 可想而知 嬴政小时候 他在满世低运的国家 他是怎么生存 他和他的母亲 过的就是颠沛流离的生活 秦仲王十三岁即王位 但是这个王位不是他的父亲给他的 他父亲报死 根本没有留下咒章 更没有把他彻底成太子 那秦仲王是怎么样当上皇帝的呢 当时的秦仲王只有十二岁 在校场公开比试笔文笔舞 通过了重重海拔 从秦国的市值里面脱颖而出 不管是文涛还是武略 他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当上了秦皇 他从十三岁居位 他就给自己定了个目标 一定要搬下他头上的两个大三 浪爱吕仲伯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怀疑秦仲王就是吕仲伯伯的私生子 那秦仲伯的母亲跟吕仲伯有染 这是天下人谨知 不除掉吕仲伯伯他就无法行政 但是对秦仲王来讲 吕仲伯有功 秦仲伯没有杀吕仲伯 秦仲伯只是下令让他告老还乡 换句话讲 如果你看完这本书以后 你真的会被秦仲伯感动 因为秦仲伯他一辈子没有杀过自己的功臣 从来没有 一个都没有 当他除掉了烙爱 罢除了吕仲伯以后 秦仲伯开始掌权 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统一中国 当秦仲伯统一了中国以后 秦仲伯没有想享乐 秦仲伯想的是 我如何能够让天下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我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华夏民族 能够繁衍生息 以统一天下为己任 让老百姓再也不用受战争的疾苦 所以秦仲伯开始住长城 打殊猴 吞百岳 建立不适工学 秦仲伯为什么只活了五十岁 因为他每天长期的工作只睡两个小时 每天在处理骤章 很多人说秦仲伯荒以无道 秦仲伯一辈子没有娶过一个老婆 怎么叫荒以无道呢 你们知道吗 秦仲伯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个没有选皇后的帝王 他根本就没有成过秦 他所有后宫的嫔妃也就十几个 而且这十几个都是他娶的 都是他妈给他娶的 换句话讲 秦仲伯没有爱情 秦仲伯要的是天下 要的是继承父兄基业 要的是当民族英雄 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作者 一定要花十六年的时间 写出大秦帝国 因为秦是我们中华文明之源头 没有秦就没有今天的华夏文明 当年的商鞅变法变了什么 商鞅变法就变了两个字 一个是庚 一个是赞 何谓庚 当年六国围攻秦国 秦仲伯一败涂地 类似战场 秦孝公上任以后 割地赔款 整个秦国穷得 连皇帝都持不起反了 这个时候秦孝公 渴望能够去招纳贤士 来改变秦国 这个时候商鞅入秦 商鞅入秦就跟秦皇 讲了两个字 一个是庚 一个是赞 方金天下大事 只有变法才能强国 一 奖励龙庚 以复国 二 积赏军功 以强军 不管你是不是秦人 只要你在我秦国 领土内 你就可以开垢皇帝 你开垢皇帝 超过三亩以上 种田超过五亩以上 在我这里工作三年 那这块土地就是你 以前的土地是 属于奴隶主 就是贵族 贵族不种地 贵族就请奴隶来种地 但是奴隶种完地以后 90%归贵族 然后奴隶也没有饭吃 所以奴隶没有动力 贵族也没有动力 但是商鞅变法 第一个字 换句话讲 就是奴隶也可以开垢皇帝 拥有自己的土地 而且你赚的大头 给你自己 小头给国家就可以了 所以那个时候 所有的秦国人 全部去开垢皇 甚至很多六国的人 都跑到秦国 想在秦国开垢皇帝 因为你只要在秦国 开垢皇帝 超过多少亩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秦国人 你就可以拥有土地 所以这个是第一条 就这条战略 让秦国用了五年的时间 瞬间从一个秦国 老百姓吃不起饭 皇帝都吃不起饭 变成了一跃成为大国 国库充盈 为什么秦军 被称为虎狼之士 就来自于商鞅变法 各位赞 如果你想当官发财 你想让自己从奴隶变成贵族 你必须要上阵杀敌 而且上阵杀敌 你打了胜仗不讲 你砍下敌军首计就讲 杀五个人头 讲一百块 杀十个人头 讲一千块 杀一百个人头 升官发财 手机一个 既攻一等 不市局 手机两个 既攻二等 倒市局 所以以前的秦军将士 上阵杀敌 为的是国家 但是当商鞅变盘法以后 上阵杀敌 为的是自己 为的是光宗耀祖 所以秦军的战斗力 瞬间起来了 瞬间成为虎狼之士 六国的军民 上阵杀敌 为的是一口饭 当兵吃粮嘛 咱们出来当兵啊 就是为了货物的饭吃 但是秦军上阵杀敌 为的是光宗耀祖 为的是从一个奴隶 变成一个贵族 你说他怎么可能没有动力呢 而且如果你贵族 不上阵杀敌 以前在奴隶制里面 贵族上阵杀敌就算败了 依然是贵族 但是商鞅变法以后 贵族如果说上阵杀敌了 不好意思 有可能你会被降成奴隶 如果你赢了 你就可以变成贵族 所以不管是贵族还是奴隶 只要上阵杀敌 人人皆有奴隶 秦国人一说上阵杀敌 就像过年一样 就是因为秦军改了这个机制 所以每个秦军上阵杀敌 就是瞄准着第一任的 每一个秦军上阵杀敌 拿着刀 把人头 还不敢扔 害怕同事抢人头抢功 然后用了绳子 把敌人穿个孔 背在身上 满身上下背的全是人 当六国军民上阵杀敌 看到秦军像魔王一样 全部举手通向 就是动力不一样 赵军想摆起三十万 但是摆起下令 三十万全部砍掉 因为就算我打赢了 我没有奖 只有把人头全抢下了 我才有奖 这就是商鞅变法 商鞅他得罪了一个人 就是当时的太子 秦桧为王上阵以后 车裂了商鞅 但是秦桧为王 依然用的是商鞅之法 商鞅虽死 其法不灭 又有和汉 只可惜我商鞅 看不见大旗一统天下 当年的商鞅变法 变得就是机制 变得就是为谁干 干完怎么分 当所有的人 都感觉到 实在为别人干的时候 没有人会有动力 当人人都认为 为自己干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动力 我经常问我们的企业主 一个问题 摸了你的良心 请问问你自己在你企业里面 有几个人像你一样为企业操心 老板莫安有说老师两个 一个是我 一个是我老婆 所以你是个体户 所以在企业只能做这么大 但是请问在华为 认真非首亚 有多少人像认真非一样 会华为操心呢 标准答案是七万人 人人都像任真非一样为华为操心 因为人人都是华为的鼓動 那这套机制在哪里学的呢 就来自于秦国 秦始皇这辈子最崇拜的人就是商鞅 就是商鞅 就是用的法家学说 那个时候百家争鸣啊 有儒家 有道家 有小说家 有阴阳家 有权盟家 有纵横家 还有法家 我在那个年代 只有法家是向钱的学 六国变法 就是秦国变得最彻底 所以整个秦始皇用的就是法家学说 就是因为他用的法家学说 所以秦军才成为虎狼之师 所以秦始皇才能够统一天下 他统一天下 是不想让天下继续打 换句话讲 打是为了何 没有天下一统 才能开出外世太平 秦始皇哭了 被刘邦戴了一个抱秦的帽子 是带带了两千多年 我今天要帮秦始皇抗反 如果你们了解楚汉史 你们不觉得这段历史很可笑吗 刘邦地痞无赖 项羽有两万 是什么而已 秦军当年少了六国 你知道秦军当年多少人吗 八十万虎狼之师啊 你们熟悉历史都知道 项羽从来没有正的八经 跟秦军干过仗 项羽跟张寒率领的 二十万秦军打仗 张寒率领的那二十万那是啥 那是秦始皇修灵的 叫做行徒军就是犯人 秦军八十万瑞士在哪 有三十万在长城守匈奴呢 另外五十万守南东国 换句话讲 秦国之所以被灭 是因为秦军主力 为了守住华夏大门 根本就没有参与内战 所以才让项羽钻了空间 到最后项羽兵败 刘邦统一天下 不是给大家开玩笑 如果没有秦始皇 今天的中国就像欧洲一样 四分五裂 全是一个一个的小国家 在夏朝 在商朝 在周朝的时候 叫做万国来赫 什么叫万国 一个小部落就是一个国家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国家 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一个关羽今天都有庙给他烧香 这么一个民族英雄 今天连个暗台都没有 沦落成了一个旅游景仰 在秦始皇陵 那个导游还说 暴秦暴秦暴秦暴君 暴君暴君暴君 他不是暴君 我告诉你们个秘密 历史永远是圣地者出现 出现坑儒这个词 这个词是西汉晚期人才不得到位 能证明 当时我清楚就是术士 杀术士 没有说杀术生 然后到了西汉晚期 变成杀术生了 然后两些年来 再不说坑术士 都是坑儒生 仔细听 秦为什么是暴秦 因为秦只统一了15年 秦只统一了15年 就被灭掉了 一个王朝 如果他比较短 他一定会被后人 把他变成暴君 不管是秦还是谁 因为他是一个 非常短的王朝 不是说这个地方不厉害 也不是说这个朝代不好 因为他本身就是在 四分五裂的前提下 民族大融合了 民族大融合以后 他很容易再次分裂 秦始皇统一天下 把中国已经分了几千年的 国家全部统一了 但是他没有统一好 所以很快灭了 灭了以后 记住 一个短秦后面 一定是有一个很昌盛的国家 比如说汉朝 我不知道当讲到这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对秦始皇 从奴隶制变成了封建制 我们今天去看看印度 为什么印度今天 还是这么一个弱小的国家 因为今天的印度 还是奴隶制 今天的印度还有种族 什么萨地利 什么婆罗门 对吧 什么飞蛇 换句话讲 在现在的印度 依然是奴隶的 儿子就是奴隶 一辈子都是奴隶 有些植物 你一辈子都不能干的 而且不能冲婚的 现在印度还是奴隶啊 你们知道吗 换句话讲 印度之所以 今天现在连个厕所都修不起 就是因为这么落后 就是因为他们还是奴隶制 而中国为什么先进 因为在奴隶制看来 封建制是已经很先进了 而拉开封建制的帷幕的是谁 打起 汉王朝给了我们一个民族要汉 但是你要明白 汉王朝的所有编制 全部继承的是秦的编制啊 所有用的全是秦始皇帝的法呀 当你翻开这本书以后 你真的会被秦始皇感动 被嬴政的故事感动的杀人类像 秦是我们中华文明之源头 没有秦就没有今天的华夏文明 不是给大家开玩笑 我们今天的所有文明都来自于秦 我们今天很多人在研究清朝 清朝很热门 对吧 这个朝很热门 那个朝很热门 而我们不要忘了本 我们的本是什么 我们的本是大秦王朝 大秦帝国 是大秦帝国才是我们中华文明之源头 而且我们作为企业家 我们学完这段历史以后 对我们的经营企业绝对是有帮助的 你如果想成为一个企业家 想成为一个领袖 跟秦始皇学习 他是怎么用兵的 他的谋略 他的战略 他的思维 他的格局 他的境界 都是知道我们学习的